买房子是人生大事 但要如何预防买到凶宅呢 第一招就是要开口问人 想买房子最担心买到凶宅 有些物主为了顺利脱手 通常低价求售或刻意隐瞒 到底有什么办法要问谁 才能得到答案呢 邻居可能坦白讲 我觉得一般如果这种房子 一般能这样子 如果跟自己没关系 你去问他的话 他可能就这些怎样怎样 房中业者首先建议的人选 就是住处的左邻右舍 或跟当地里长打听问一下 要是看到对方面有难色 那多半就有问题 可是邻居会搬家 里长会换人当 真的问不到时又该如何呢 老店家常常是资讯的收集站 可能他们做生意的 人来人玩的很多 那就会聊天会询问 再离开了十几年的老商家 就是第二首选 因为他们通常是八卦集中站 邻里间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都打听得一清二楚 比较特殊的社会新闻 或特殊的一些行事案件 可能才会秀出来 现在网路资讯发达 民众可以上网搜寻关键字 或是直接打地址 就能查询到一些蛛丝马迹 如果曾发生重大命案 就连新闻连结也会附上 十分方便 跟一般不一样的 可能就是要感觉怪怪的 但在这去求证一下 问当地人说 为什么要摆这个东西 看房时一定要仔细观察 房屋有无异状 像是大门口是不是有贴符咒 抽屉有没有摆放正邪之物 社区里有没有神像 这些都要小心 可能发生过凶案 其实之前很多人都会到护镇事务所 或是当地派出所打听 但现在碍于个资法 凶宅是不会特别注记的 民众只能靠自己多打听 小心谨慎 就能避免花一辈子心血 买到的房子 却变成自己最可怕的梦魇 昨天新闻高知宏张欣如在台中的采访报道